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方程技术最值形成等问题中的数论综合 我们今天讲上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同学们看到这个标题呢 你觉得它的最主要内容是什么? 数论 应该是数论对不对?而且是数论综合 那么数论的重要性呢,地球人都知道对吧 我们曾经有过那一句话说啊 看一个人的数学到底学得好不好 咱就看它的数论到底掌握得怎么样 那么,那在我们的小生出和卑赛里面呢 数论它绝对是重统 它要是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 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以下几个 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呢 这四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叫八点方程,对吧 而且呢,还有可能是方程组 那么什么叫八点方程呢? 其实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概念 看到这个框了吗? 这就是非常科学的定义了 那就是我们位置数的个数 大于方程的个数,看到了吗? 好,我们把这样的方程叫做八点方程 那么,不定方程怎么去解呢? 它跟我们一般的方程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了 我们通常的方程是不是有几个位置数 就有几个方程,才能解出来 嗯,那在这里刚才我们说了 位置数个数要比方程个数大 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方程叫八点方程 它是要讨论的,是要是分析的 那我们解不定方程的方法呢 有什么呢? 我们有这几种 有这三种 比如说像我们的渔数分析法 机偶分析法 还有我们的个位分析法 是不是这三种方法? 是吧? 好,同学们回想起来了吗? 或者说,如果你之前学得不好的话 那么施生老师还是建议你啊 先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东西 然后再来听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OK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不定方程 下来呢是我们的数论技术 数论技术什么意思啊? 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几何技术 对不对? 比如说数线段的条数 好,我们的三角形啊 正方形,长方形等等 这些图形的个数 那么数论技术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数论技术里面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我们的 约数个数定理 看到这个框了吧? 约数个数定理 以及它的反应用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数论里面 常考的一个技术的方法 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法 那么下来是我们的数论最值 最值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 往往是求最大最小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好,那么 数论最值它跟什么结合起来呢? 跟我们的分解质疑术 结合起来 那么分解质疑术呢 在我们数论里面 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谁不会分解质疑术 谁倒霉 它有多重要呢? 就像一个人 要上战场打仗 没有武器 你觉得这是不是要命啊? 是 其实那个分解质疑术 在我们数论里面 它比这个武器更加重要 OK 好,那么下来呢 是我们的数论行程 行程跟数论结合起来 那绝对是压轴题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当然我们这里面的数论行程呢 可能你觉得老师也不是挺简单的吗? 有难的啊 你放心啊 你放心啊 以后我们会慢慢遇到 越来越多的数论跟行程结合起来 因为数论和行程本身就是我们考试里面的大头 是不是? 他俩要是再结合 那家伙 这叫强强联合 对不对? 那还得了 是不是? 这还得了 是吧 在我们的数论行程里面呢 我们啊 主要是跟我们的约数倍数相结合 OK 约数和倍数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好吧 来看一下我们的立体一 立体一刚才其实早日串出来的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很想跟同学们见面 好 好 我们来look一下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开始 这个是一个方程组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发现 他有几个方程 两个 他有两个方程 几个位置数? 三个 三个位置数 那我们把这样的方程叫什么方程? 不定方程 叫八点方程 对不对? 叫不定方程 组 还多一个组字 因为它是两个组在一起 现在他告诉我们 ABC啊 均为自然数 自然数 现在已经包括谁了? 零 对不对? 零也是自然数 对不对? 零也是已经翻身做主了 已经当成自然数了 以前他不算自然数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 不管它是定方程 那是不定方程 我们解方程组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销什么? 为之数 销为之数 说的好听一点叫销缘 不是缘销 这是销缘 销缘的方法呢 我们有很多 有什么呢? 想起来的吗? 加减销缘 有 大幼销缘 是不是? 这些 好 那么 我们用的比较多 是哪个呢? 应该是我们的 加减销缘 也就是说 样两个式子 什么扩大几倍 然后再相加或者相减 就在这 OK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的知识储备啊 就出来 那就是我们的八点方程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 我们在这里呢 把谁销料呢? 就随便你的 你愿意销A也销A 销B销B 销C销C 你看谁不顺眼 你销谁 或者你觉得谁好销 谁好欺负你欺负谁 是不是意思? 嗯 好 在这里比如说 我要销去这个C 这里有四个C 这里有一个C 我要下面干嘛? 扩大四倍 诶扩大四倍 对不对? 扩大四倍 那扩大四倍是就每一个 都要扩大四倍 它也得扩大四倍 是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将第二个式子 扩大四倍相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扩大四倍就变什么了吗? 4A加4B加4C 是不是等于60? 是 那上面那个一样不动 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两个式子相减? 是不是上面减下面? 是 那上面减下面的话 右边相减数80减60 等于20 左边相减 9A减4A呢? 5A 5A 好 6B减4B呢? 2B 还剩下两个B C是不是就死掉了? 嗯 是不是? 我们就剩下这个式子了吧 明白吗? 明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写的比较好看啊 写的比我好看 诶 哦 是不是这样? 嗯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 现在是变成一个方程了 是 成功变成一个方程了吧 而且原来是三个位置数 现在变几个? 两个 两个位置数 一个方程两个位置数 那么它依然是什么方程? 它依然是不定方程 对不对? 嗯 好 同事们 来选择一下 好 叫 智者见智 忍者见人 对不对? 好 拦者呢 什么也看不见 好 应该用 机偶分析法 比较快 你想啊 这个R是什么数 偶数 RB绝对是 偶数 说明5A必须是 偶数 5A绝对是偶数 5A是偶数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5A它肯定是偶数 5A偶数 AB是什么数? A为什么数? 偶数 A A绝对要是偶数 A要是偶数 可以是哪些呢? 可以是0啊 2啊 4啊 6啊 8啊 10啊 不辣不辣不辣 是不是一大点? 嗯 到底是谁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是4的对不对? 剩下就是4的 那就是体力活了 那么看一下 如果A等于0 那这对是不是等于0?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A等于0 那它是不是等于0了? 是 那它B是等于20的吧? 那就B等于几? B等于几? A这B就等于10 对不对? 好 一组了吧 好 另外一组 如果A要等于2的话 这边已经是多少? 10 它是不是也是10? 是 那B就等于几? B就等于5了吧? 好 我们再来 如果A等于4的话 A等于4 这边已经是多少了? 20 说明它B10是0了吧? 它是0 B必须就等于0了吧? 是 是不是这三组啊? 明白吗? 那现在完了吗? No C你不要解了 是不是? C的解出来 怎么解呢? 随便 比如说 这组 AB的值算出来的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来 它们相加就等于15 是 当你带到这个也行 对不对? 你带哪个呢? 你肯定带简单这个 是不是? 好 相加等于15 这相加等于几了? 10 那另外一个是等于几了? 5吧 那这个等于几呢? 应该是8了吧 相加等于15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等于几呢? 11 11 是这个意思? 嗯 三组是被我们求出来了 同学们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 So easy 对不对? So easy 好 下面我们来 look一下 是吧? 好了 同学们 这些文字啊 你自己看一下就知道 我就不再啰嗦 否则你会砸我呢 好 我早就一定要到 屏幕前 有同学 想砸人了 好了 没问题了吧 好 这三组 就完了 好 那同学们 感觉如何呢? 好 那些没感觉同学啊 趁这个休息时间 赶紧呢 让自己清醒一下 好吧 好 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